俄罗斯人才计划 今天我们想向您介绍一位出色的俄罗斯艺术家内拉根基纳 他将自己的全部作品奉献给了俄罗斯的美化和古罗斯历史的普及 内拉根基纳出生于比尔姆的一个教师家庭 父母向他灌输了对知识和艺术的热爱 从夏诺夫哥罗德国立大学物理系毕业后 他在该大学教授了七年物理 随后他在高尔基物理技术研究所担任研究员 研究薄膜的光学特性 他因研究离子注入对薄膜结构和光学特性的影响 而获得物理和数学博士学位 在进行科学活动的同时 内拉根基纳还发展了绘画领域的技能 他接受了艺术家教育 曾在下诺夫哥罗德艺术学校 绘画雕塑和建筑学院 以及斯特罗加诺夫艺术学校的教师工作室学习 他的作品包含许多海景 历史肖像 古代斯拉夫神话和东正教主题 他的作品曾在俄罗斯和国外 包括法国 以色列和菲律宾的众多展览中展出 内拉基纳的作品以三维构图 非波纳契模式和黄金比例原理的使用而著称 他认为自己的主要任务是通过灵感进行创作 向人们传递美丽和欢乐 如今 内拉根基纳住在莫斯科继续绘画并参加展览 成为艺术家创意联盟 国际艺术基金会和欧亚艺术联盟的成员 现在我们将向您展示 内拉基纳的主要和著名画作 我们祝愿您能愉快地欣赏和欣赏 这位才华横溢的艺术家的作品 这些作品将载入俄罗斯绘画史册 海破波利亚之母 在古代北方有着适宜生命生存的气候条件 然后白人的祖先生活在北极圈之外 这个种族从那里将其文明传播到世界各地 维莱斯是财富和牲畜饲养之神 是主人智慧和谨慎的化身 在旧石器时代 他被认为是动物神 画作跨越三海的旅程 创建于1999年 该作品讲述了15世纪 俄罗斯王子阿塔纳修斯尼基金 Athanasius Nikitin 前往印度的旅程 商人此行的目的是 为罗斯寻找新的贸易路线 绘画莫科圣 斯拉夫仿杀女神 创建于2012年 莫科圣是女性公益女神 她手中握着纺锤 纺着人类命运的丝线 莫科圣照顾分娩中的妇女 负责针线活 纺杀编织等领域 画作越过高山 越过俄罗斯土地的山谷 2013年 绘画北卢科默耶 Leo2002年对于东斯拉夫人来说 卢科默耶是一个保留的地方 那里有一棵保留的树 一棵橡树 橡树的跟通向地域 树冠触及天空 绘画异教之春科斯特罗马 创作年份2011年 画面传达了女性的情色魅力 在春天尤其明显 远处的修女形象 在异教的身体崇拜 和基督教的禁欲主义之间 造成了对抗 绘画女猎人戴瓦娜 动物和狩猎女神 创建于2011年 根据斯拉夫人的传说 德瓦娜是动物的守护神和狩猎女神 通常她被描绘成羽鹿在一起 但在这幅画中 她被描绘成羽翼之雄在一起 因为俄罗斯人有一种崇拜的动物 雄 化作斯维托维德 西方斯拉夫人的至高神 绘制于2013年 斯维托维德 Svatovide 是波罗的海斯拉夫人的至高神 在日耳曼部落入侵之前 她的神庙位于旅根岛 Ruyang Byan the Archon 这是一位四面神 她的属性是白马 巨宝盆和剑 化寺庙 创建于1998年 在古代斯拉夫人中 祭祀神灵的场所位于河岸上 装饰着木质神像 画作属于分娩中的妇女 创建于2011年 分娩中的妇女保护了女性的命运 她们与生活在天空中的罗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整个群体被描绘成宇宙起源的构图 画作达纳 河流和水的女神 创建于2012年 水是女性元素 女神达纳是她的化身 她的名字与河流的名字有关 顿河 多瑙河 蒂涅伯河 德涅斯特河 画作斯瓦罗格至高无上的神 创建于2002年 斯瓦罗格东斯拉夫人的至高神 天空的化身是天火的创造者 所有斯拉夫主神都是斯瓦罗格的孩子 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被称为Svaroshich 画鸟院创建于2003年 黑天鹅是一种悲伤和悲伤的鸟 是伴随人一生的所有绝望的化身 以一位独自坐在蓝色大海中岩石上的女人为代表 画作罗斯白天鹅 创建于2018年 1000年后 在Hyperborian的传统中 俄罗斯是天鹅公主 罗斯的一个女人名叫列贝杜神卡 此前斯拉夫土地 白罗斯、大罗斯和小罗斯被称为天鹅 绘画白羊作场 创建于1999年 一个神话般的生物 速度如风 一个年轻女子被邪恶女巫师魔法 而变成了她 阿里斯菲尔德是斯拉夫神话中最古老的形象之一 神话颂扬山猫对孩子的照顾 画作俄罗斯北方 创建于2015年 照片中的所有用具、风景、斯拉夫服装、斯拉夫风格的女孩都指向俄罗斯北部 画作拉达 美丽将拯救世界 创建于2002年 斯拉夫的美丽、爱情、激情和婚姻女神、裸体的女人 跪着的骑士 预示着女性本性的盛行 建立了平静的生活 绘画拉达天鹅 创建于2016年 图为俄罗斯女子浪漫形象 绘画果冻于加尔纳 创建于1999年 哲利亚·杰利亚和加尔纳·卡尔纳 是冥界女神 在人类死后陪伴人类进入冥界 热利亚对死者表示遗憾 加尔纳·卡尔纳 来自惩罚一词 卡尔纳提醒一个人 她所有的罪过 她生命中所有的缺点 画作《水上如汉地》 创建于2007年 这本书向我们介绍了圣经主题 根据圣经 在《水上行走》 是耶稣基督为向门徒 保证她的神性所行的奇迹之一 绘画水平做时代 创建于1998年 该情节结合了东方和东正教的传统 圣母玛利亚是俄罗斯的守护神 带导教堂下方 俄罗斯东正教教堂的集体形象 这幅画在俄罗斯艺术周上 获得了第三名 绘画精神中的诞生 创建于2020年 该作品体现了新时代的到来 以及俄罗斯在其中的主导作用 绘画阿拉泰尔石 创建于1999年 石头水从其下方流出 一位俄罗斯美女坐在石头上 她做出神奇的动作 让太阳破晓 工作代表着生命的运动 这部作品充满了预言 观众很容易就能解开 保护绘画 1986年撤出 警告人类警惕和战争的威胁 即使在今天 当世界正处于世界末日的门槛时 这项工作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画金丝雀 写于2000年 在画面中 观众可以看到美丽的岛屿 海太阳 绘画冲浪 创建于2020年 室内设计让我们沉浸在大海的美丽之中 画海上人 创建于2017年 作品展示了海边生活的复杂性 水手和渔民的辛勤劳动 他们的生活与海上自由密不可分 画作黑海 创建于2016年 一系列以海洋为主题的绘画的延续 绘画俄罗斯金牛作 创建于2019年 该作品致力于克里米亚这个复杂的话题 画作夏诺夫哥罗德的达尔 创建于2001年 献给一位历史人物 达尔为俄罗斯文化做出了很多贡献 并与夏诺夫哥罗德有着密切的联系 他仍然在那里受到尊敬和尊重 该作品被当地博物馆收藏 画作安德鲁仪式 创建于2017年 这幅图画让我们想起了圣经主题 圣安德鲁是一位在俄罗斯受人尊敬的圣人 画作奥尔加公主 创建于2014年 另一部让我们想起古罗斯传说的作品 奥尔加公主体现了女性面对敌人时的智慧和毅力 关于奥尔加的传说充满矛盾 故事情节引人入胜 画作拉多涅日的谢尔盖 《祝福》创建于2014年 这幅画描绘了一位在俄罗斯受人尊敬的历史人物 他被东正教列为圣人 画作米宁和波扎尔斯基 创建于2006年 另一件描绘在俄罗斯历史上发挥巨大作用的历史人物的作品 米宁王子和波扎尔斯基公民 这就是俄罗斯人对他们的记忆 他们建立了人民自卫队 将外国侵略者赶出了祖国 这两个人物已成为传奇英雄和国家 热爱祖国和自由的象征 画作智者亚罗斯拉夫 创建于2004年 历史和传奇人物 在罗斯受人尊敬 在他的领导下 罗斯开始建造寺庙 文化开始发展 俄罗斯法律第一套已知的法律 俄罗斯真相被编写 俄罗斯人才项目是一个代表俄罗斯最重要艺术家作品的项目 订阅我们的频道语言艺术